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千变幻里残倦 月圆月却残眠 天下如花 美人如玄 落花 柳世万千 千秋而光烈 人生百年 此故繁华穿眠 只顾一年生年年年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美人在此 生理并肩 生死相识 散热血 海洋千秋为你生意绵绵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美人在此 生理并肩 大好江山都看见 想想 倘若这个段玉掌控在段延庆的手里 那段正明和段正纯 就会为了这大理 唯一的皇室血脉段玉 而将这皇位拱手让给这个段延庆 原来慕容父是想拿我做人质 逼我爹和伯父救出皇位 不行 我得赶紧逃走 他段家争夺皇位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的人是段正纯 舅妈 你说得对 只要把段玉交出来 我敢保证段延庆也会把段正纯交出来 任由您处置 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用处 不过我这么做了 他肯定恨死我了 原来你还蒙在鼓里啊 难道你不知道 谁和段正纯一起被抓住的吗 谁 是 算了 还是不说了吧 我原本以为舅妈对这个段正纯恨之入骨 所以才敢保证 这段延庆会把段正纯交出来 任由您处置 可是没想到 舅妈你还对这个四处沾花惹草 处处留情的段正纯 旧情难忘 算了 算了 不说了 你是说他身边还有其他女人 何止一个呀 什么 难道是两个 是四个 而且这四个女人哪 没日没夜地守着她呀 这个风流成性的家伙 骗了我这么多年 如今还死刑不改 亏我还为她担心 慕容夫 下面的事情由你来安排 舅妈的言下之意 是同意用段玉来换段正纯了 没错 我要让她落入我的手里 任由我处置 还有 那四个贱女人我都要 那是当然 只要舅妈解气 晚上一定办得到 不过舅妈 这姓段的小子 现在关在哪里呀 他已经种了我醉人风的麻药 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段延庆人呢 他会听你的吗 舅妈放心 段延庆正在赶往曼陀山庄的路上 他一定会听外事的 这穴道怎么也冲不开 这个慕容夫 真是阴险狡诈 实在是狼子野心 为了光复大烟 居然打我大理的主意 我不能让他的奸济得逞 更不能让段延庆 毁了我大理江山 可是舅妈 段延这小子诡计多端 一定要看清了 否则让他跑了的话 我们的计划 可就前功尽弃了 对我还不放心吗 我不是对舅妈不放心 我只是担心 他要是跑了的话 坏了我们的大事 这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怎么突然对我的事情 这么关心啊 那是因为段延这些事 这小子处处托我的后腿 还破坏我的覆烟大计 他甚至在少林大会上 让我颜面丢尽 成为众人的笑柄 我恨不得杀了他以泄恨 原来如此 是 所以只要段宇不得好死 我慕容夫做这一切都止了 夫人 庄里闯进一个瘸子 他武功高强 翁伯鄂 包普通和瑞婆婆 在外面已经跟他动起手来了 小马 你要找的人已经到了 前蛮动手 严姓太子 请手下留情 倘若我两位大哥得罪了你 我慕容夫在此 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公子 是封我自己学义不经 你何必委屈自己 向他求情呢 你今天胆敢对我们公子 一根毫毛 我封波就算一死 也要与你招宣到底 包通 要是敢对我们公子 有一点不敬 我就跟你拼个鱼锁王铺 誓死互主 你们倒是条汉子 两位大哥 我今日跟延庆太子 有要事商议 你们何必逞一时之能呢 夫人 舅妈 这位就是我向你介绍的 延庆太子 延庆太子 这位就是我舅妈 段宇那小子 就是被我舅妈所请 现在正在昏迷当中 太好了 段正纯人呢 不急 慕容夫 你说助我夺回皇位 到底是有什么条件 你还是先说出来 以免在下日后无法搬倒 成为无限的小人 延庆太子记出此言 在下便信得过你了 既然我们已经商议好 要做成这笔交易 所以我慕容夫心中有事 也绝对不会隐瞒 其实我姑苏慕容氏 乃当年大英的后裔 慕容氏祖宗的遗训 就是要完成兴赋的大业 可惜我慕容夫 孤身一人 难成大事 所以我恳请延庆太子 倘若当上大理的皇上 我需向你借兵一万 以及充足的良想 已被我兴服大焉之用 又做春秋大梦 好 若能夺回皇位 我定会相助 作为报答 倘若我慕容夫 真的能完成列祖列宗的遗训 我将世世代代成为大理的平番 我慕容夫今生今世 都感激陛下的大恩大德 慕容公子不需多离 段宇那小子在哪里 我要先见到段正纯 把他们带上来 对 封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段郎 段郎 你还好吗 阿罗 真的是你 阿罗 他们是大恶人 这里危险 你不可以落在他们手上 你快走吧 杜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了 还惺惺作态 想保护我吗 他是大恶人 难道你是大恶人吗 你这个贱人怎么可以这么对断了 段郎 没事 没事 段郎 没事吧 阿罗 难道 你是跟他们合谋来抓我 是又怎么样 当年是你说要跟我双宿双飞 钟老于这茶花园中 但你却言而无信 当年使过不对 你怎么对我都行 可是凤凰他们几个 跟你无仇无怨啊 闭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他们几个人求情 是吗 严谨太子 你也看到了 我舅妈和段郑春他们之间的瓜葛太神 还请你在登基立位后 将段郑春交给我舅爸处置 阿罗 你必伤他们的党 阿罗 来人哪 把段郑春给我单独压下去 我要好好折磨他 等我折磨完段郑春 再换那几个贱人 是 老婆婆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你是不是被我娘抓过来了 你快帮我把他们救出来啊 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原来你会说话呀 我要见段公子 你走开 你快走开啊 小姐 夫人已经吩咐过了 不准任何人来这里 尤其是你 你快走吧 老婆婆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段公子他们吧 小姐啊 他们中了醉人风的麻药 一时奔刻也醒不过来 你就是见了他们也没用的 那你快把解药给他们呀 你快把解药给他们吧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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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公子 你醒了 是啊 不过我现在手脚都被绑着动不了 灵妹 碗妹 还有朱叔叔 他们都还昏迷着呢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了你们 我这就进来看你们 老婆婆 你快把门开开吧 我要进去见他们 小姐 我帮你进去 我就会没命的 如果我娘怪罪下来 一切我担着 我不会让娘责罚你的 小姐 小姐 夫人有多严厉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好 你不让我进去 我撕给你的 小姐 不能 不能啊 小姐 那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 好好好 我让你进去 那 刀 小姐 但是你进去看一眼 就得马上出来 好 王姑娘 王姑娘 段公子 小姐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 老婆婆你别再说了 段公子 我这就带你去见我娘 让她放你们走 小姐 你这样不行的 怎么了 段公子 我被人点了穴道 怎么也冲不开 老婆婆 你快把她的穴道解开啊 小姐 这是夫人点的 我是不可能解开的 你要见她 我都医了你了 这 这至于其他的 我再也不能帮你了 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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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把门打开啊 你帮我们救出去好不好 小姐 那 你也中了醉人风的麻药 服了解药才刚刚醒来 千万不要太激动 否则啊 那麻药的毒性会复发的 你别走 王姑娘 你别再求她了 段公子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们救出去的 王姑娘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可可想过 想过 你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出来吧 那好 那我就直接说了 你可有想过 我们两个有可能 是亲兄妹吗 亲兄妹 这怎么可能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 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刚才我听见你娘 和老婆婆的谈话 从他们的话里 我听出 我爹和你娘 曾经有一段情 后来是我爹 对不起你娘 所以我们有可能是兄妹 我 我爹他过世得早 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了 可是听我娘说 我爹他很疼我的 经常做玩偶给我 如果我不是他亲生的 他又怎么会这样对我呢 说得也对 而且听我娘说 语焉这个名字 是我爹给我起的呢 那还真是可惜了 我刚才还在想 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 知书达理 貌美聪慧的妹妹 不知该有多高兴 你们都下去吧 没有我的吩咐不准进来 是 是 对 阿璐 顿郎 你没事吧 阿璐 如果你折磨我 可以宣显你心里 对我的怨恨 那我甘愿成熟 我不会怪你的 你又说这些 花言巧语来骗我 光是折磨你 怎么能结我心头之恨 我恨你 我恨不得把你断成肉镜 阿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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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受苦了 可是 在我临死之前 能再见你一面 我已经心满意足 别无他求了 阿璐 段郎 阿璐 好 所以 我爹是被段延庆 那个大恶人给抓来的 他现在应该是在你娘的手里 那 那我这就去劝我娘 让他放了你跟你爹 等一下 王姑娘 他们上一代的暗恨情仇 我们都不清楚 万一一不小心说错了话 弄巧成拙 激怒了你娘 那我爹就更危险了 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万一你爹出了什么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只要我爹他 不在段延庆那个大恶人手上 而是跟你娘在一起的话 那他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说不定 他还能想到法子自救呢 一别十八年 想不到 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当年在茶花园中 你就是这样 依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还约定 双双终老于茶花园中 想不到 想不到 你还记得这些 我怎么会忘记呢 就为了你这句话 我在庄里庄外种满了茶花 后来取名为曼陀山庄 阿罗 阿罗 我对不起你 我辜负了你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这十八年来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为什么 你知道我见不到你 心里有多痛苦吗 阿罗 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你不单单是害了我 你还害了我们的女儿 什么 我们的女儿 语焉是我们的女儿 对 语焉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走以后 我才发现我有了身孕 当年我走投无路 回到苏州 嫁到王家 这十八年以来 这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 你现在知道 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了吧 阿罗 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女儿 阿罗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原来我们还真是一对同夫一母的兄妹 对不起 云烟妹妹 阿罗 阿罗 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无论你要杀 要挂 都可以 只是我求求你了 放了凤凰他们及格 闭嘴 到现在你还是放不下那几个贱人 我问你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会不会放弃镇南王之位 杀了那些贱人 跟我双双钟老于正曼陀山庄 阿罗 如果他们是为了我而死 我一定不会毒火于世 但是你放了他们 我答应你 我不再当镇南王 我一生一世 留在曼陀山庄陪你 永远不会离开 段郎 你说的是真的吗 阿罗 当然 我段正春在你面前发誓 如果违背誓言 敢愿死在你的手中 段郎 算了 请问 你险些又上了这个薄情郎 负心汉的当 你好好想想 讨论你真的放了刀白凤那几个女人 这个段正春 会心甘情愿地和你留在这曼陀山庄吗 不错 他的真正目的 是要救那四个女人 阿罗 别听他们的 只要你放了凤凰他们 我一定遵守诺言 一辈子留在这里陪你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肯放了他们 你就不会留在曼陀山庄了 是不是 段正春 你这个恶贼负心汉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阿罗 阿罗